我上大步山跑了一转 回来就不见了半缸油 Turbo engine 究竟是省油点 还是浪油点 大家假期放了很久了 现在农水学堂又要开货了 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 先呼吁大家 记得订阅我们的RAP channel 很多东西看的 还有当然要追踪我们的Instagram和Facebook 大家可以有兴趣 经常问 就是Turbo车 究竟是省油点 还是浪油点 好像经常说不完 最新的 内容机技术 都是用Turbo 来做省油 环保的 手法 但是 很多駕駛高性能的Turbo车的朋友就说 我上大步山跑了一转 回来就不见了半缸油 Turbo车是不是这么大石呢 我们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 其实有一些 基本理论 我们要重新 review一次 四冲程循环 大家听过了 第一个行程就是吸气 活塞向下行 空气和燃料 吸进来 然后两个 挖脑都关掉 进行压缩 去到一定的压力之下 烟火燃烧 产生压力 向下推 最后排走 肺气 这个 四循环 是内燃机的最简单的原理 除了这件事之外 我们还要懂得多一件事 就是 什么是用压缩比 因为 其实整个内燃机最精要的地方 就是 压缩了之后才燃烧 产生的动力 会大很多 所以 压缩比 越高 得出来的 效率越好 大家看看这个图 活塞 由上死点 一直向下行 到尽 到下死点 所行的空间 理论上就是吸入空气的量 那个 我们就叫做swept volume 就是这部engine的 排气量 加排费 就是根据这个排气量 但是单看这个排气量 就看不到有压缩比 当它 上死点的时候 所有被吸入的空气 就压到 剩下这个空间 我们就叫做 clearance volume 所以压缩比的比例是怎样计 就是这个clearance volume 加swept volume 两个东西加起 同个clearance volume的比例 就是压缩比 很多人就会问 为什么 压缩比高 那个engine的效率是会高呢 这个是涉及到 气体本身的特性 因为内燃机 是将 气体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之下 我们给它一些热量 这个热量 是会令到它 在体积和压力之间 互相变化 因此 我们知道 越高的压力之下 让热去做事 那些热 变成动力的 能力 就会高一点 如果我们的压力不够高 你加点燃料内消 它都会推动 只不过 很多能量 就变成热能 排走 真正可以做到的能量 就很少 所以我们把压缩比 越提高 效率就会越高 但是 当然是不可以无限量提升的 因为 在 汽油引擎里面 我们压缩的是空气 再加上燃料 这两个东西 一起压 压得太压 它就会自然 烧的 当然 就会和燃料 汽油 性能有关 漂亮的汽油 能够忍受压力高 差一点 低一点 就算我们所谓的 100毫 Octane的汽油 工程师都建议 不要超过12 因为再做高一点 就会很容易控制不到 就会出现爆震 意思 就是 那些燃料 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之下 你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开始烧 或者它燃烧是没有次序 一起烧 结果那个活塞 可能上到一半的时候 被你打回来 整部内容都被你打烂 引擎 除了刚才说的这两个特性之外 还有一样是先天性的缺陷 就是 它呼吸 呼吸得不暢順 因为 我们入气 那些空气是经过 Intake 挖路 挖路开关 那条纜纜很大 而且开关 也需要时间 当你的引擎越走越快的时候 其实它开的时间 可能是未必是捕捉到最佳的时机 我们说的压缩比是10比1 其实你吸收的空气 也不是大气压力来的 你可能吸收的只剩7成8成 你再压上去10 可能 最终的压缩比 可能只有6或者7 所以这个就是 引擎 经常会面对到的 效率损失的问题 当然工程师早就知道这个问题的存在 所以就想了很多办法去解决 比如说 VVTI VTAC VVC 这些都是尽量想办法 把挖路开关的时间 调节 令到它得到最佳 呼吸的效果 但是除了挖路开关 引起 呼吸不唱顺之外 有一件事是真的要搞的 就是 Frotto 汽油引擎我们要控制它快慢 不是一开就开尽了 它又要 海速 又要塞车 又要加速 又要慢车 有时会尽油 那我们 调快慢 就是靠控制 Frotto Frotto 其实 只是一块染 一个管道 一块染 打开它 都可以流进去 你关小它就流得少 我们开车 其实Frotto开到尽的机会 是真的微乎其微的 可能就是 你装满了人上大斜路 或者你开车那一刹 其他大部分时间 我们可能都是开一半Frotto 开五六成Frotto 已经很多 由于Frotto的功能就是 截着空气 不让它进入 因此 其实我们的车 大部分的 时间之下 它 进入到来的空气 其实都是不暢顺的 它只有 七成八成 所以 所以 汽油引擎一面小 大家都知道这个缺点 想办法 靠个自然透气 真的不行 我可不可以 主动 去帮一帮手 去補回这个 压力差 所以 就出现 一些机械的compressor 或者叫supercharger 但是这个 增压器 它的动力来源 是靠自己的engin 又吃了那些能量 后来 有些聪明的人就发现 原来我的肺气 又热又高压 有很多能量在里面 不如用那些能量 来带动泵 泵回自己 就形成了 温轮增压 Turbo Supercharger 有些人用的Turbo 就是要来填补回我们刚才说的 压力的损失 就叫做 Volumetric efficiency 刚刚保住它 令到engin 长期都在它 预设最理想的压缩 比之下工作 得到最佳的 效率 但是另外一些人 就不同的想法 咦 我可以 调多些气 我们看这个图 如果我把engin的压缩 降低 即是 压到上顶的时候 clearing volume 就大了 那我就可以 更多的空气 更多的空气 又可以更多的燃料 进去烧 燃烧的量越多 产生的能量越多 那我便可以 细细的engin 做到很大的power 你留意到 如果我想用高性能的取向的turbo 那些车的压缩比 一定是低的 最极端的例子 70年代初 那辆保时捷 930 turbo 压缩比降到6.5 那么夸张 即是说 Kirins Wallen 很大 可以捍很多气 甚至去到90年代 中期 理性 Lancer Turbo Subaro Turbo 你见到他们的压缩比 都是8 或者8.5 反过来 追求高效率 省油 那些turbo 你见到 譬如说 丰田那部 2.0 turbo 压缩比较到10 福士 1.4 TSI 压缩比较到9.7 可想而知 它的目的 不是要多吸气 而是说 这个压缩比 我能够好好的用尽 就很棒了 反过来高性能的 就不是了 我将Kirins Wallen 做大一点 然后 压缩比不够 然后我乘一个 高倍数的压力 于是 压力又高 燃料量又大 产生来 动力就大了 但大家有时 见到最先进的车 很奇怪 它有Turbo 但它的Compersion 又很高 但它的性能又很厉害 那这要怎么解释呢 因为现在最先进的 Wearable Wharf Time 可以控制 车瓦路开关时间 可以控制到很广阔的 所以 如果 高性能的车 一样可以用高的 Compersion Vaisal 只不过 它会看着 进去的空气的压力 实际 输出的需要 它调整 生气口的开关 车瓦路开关 就可以把过多的车瓦路开关 它可以保持 份量最足够 压力最足够的 Aer Fuel Mixer 得到最好的效果 即是 马力大的同时 它亦都可以 不需要大马力的时候 亦都可以做到省油 来到这里 大家应该 很清晰了解到 内燃机的原理 压力 和效率之间的关系 我们试试自己 解答一下 刚才的问题 Turbo Engine 究竟是省油 还是浪油 如果从能量的角度来说 它能够经常用到最好的 压缩给它工作 理论上 效率高 是真的省油 只不过 因为它又省油 又可以用一部很小的车瓦路 产生大马力 你知道大马力就流口水了 我一定要有一定的力量 它控制不了 自己的右脚 于是 你见它駕駛Turbo Engine 上山 回来一转 它跟你说浪费了很多油 其实 是它自己踩了很多油 事实上 你要那么大马力 你就要那么多能量 就要那么多油 如果不信 你駕駛NA的 V8 V12 上大马力跑一转 可能还不吃油 对于这集内容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或者有什么意见 想提出交流的话 欢迎留言给我们 还有就是 我们以后 龙上学堂 会增加一个 答问的环节 如果你有什么 问题 解决不了的 或者卡在脑里面的 拿出来 我会在每一集节目后 解释给你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